哈喽各位同学 随时向我发问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展开一个全新的话题了 就在于我们之前呢 讲了解题流程 讲了解题策略 讲了一些不同题型的方法 那么我们还在探讨下一个问题 在于如果说这些信息我都了解了 六级的整个密题规范呢 我也清楚了 那为什么我总是无法保证 我每篇文章就一定可以做到全对呢 保证不了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仔细阅读啊 可能会存在一些个各个维度上的十分原因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衍生我们在仔细阅读的最后一个点 关于选项特征的总结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不是文章你没看懂 也不是说文章的逻辑你梳理的不好 很有可能是因为 要么题干没有看仔细粗心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选项干扰性太强 所以导致大家呢 一不留神掉坑里了啊 好所以我们拿一篇文章 给大家呢去做一个示范 来告诉大家 我们在做题过程当中啊 哪几步当中容易发生失分的风险 所以我带大家呢 先过下题干好了 先看56题 What is the author's concern about the use of technology 叫做 作者呀 他担心使用技术 就关于使用技术这个事情 他在担心什么 那么由于在题干当中呢 他没有我们说的显性定位词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拿动兵结构定位 动兵结构的话 完整来说是 is the use of technology 这应该叫戏表结构哈 对 但是意思没有意义 我们就选了其中最核心的几个词 叫做the use of technology 你要不要这三个词都行 好 那他定位 再看一下57题 叫做what is the view 看清楚 这是我们最后讲的一个题型 叫做观点态度题 对吧 我有提醒过大家 这个题型的话呢 千万看清楚 动作发出者是谁 也就是发出观点人是谁 观点对象是谁 对吧 好 看清楚 看到了 是教育者的观点 不是作者啊 好 这个教育者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提倡这个数字 或者叫做数码的读写能力 advocate叫提倡的意思 digital叫做电子 数码都可以 literacy 这个单词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在六七月读当中呢 算作是一个高评词了 可以翻译成叫做受教育水平 也可以翻译成叫做读写能力 那么由于他前面呢 有个修饰成分 叫电子 或者叫数码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连在一起翻 叫做电子读写能力 也就是说白了 你对网络世界的一种掌控能力 好 我们把它连一遍 说那些提倡电子读写能力的教育家们 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我们就去找这样些教育家就行了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五十八题 说 what does evidence from cognitive size show 叫做 来自于认知科学 cognitive 叫认知的 认知科学的这么一些证据呢 他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认知科学是这个题 干当中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词组 我们拿它来定位吧 好 再来看一下五十九题 说作者认为 这个做出评估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里面呢 其实他的真正的动兵 应该是think后面跟了一串那种并从句嘛 对吧 我们从从句当中摘了一个东西出来 叫做 key to making evaluation 对 完整来说 it's key to making evaluations 做这个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动兵结构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把它再进步压缩了一下 就用非为语的making evaluations做定位词 对 你用的词越少 用的词越精准 这样定位呢 可能也相对轻松一些 好 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说 作者写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之所以选这文章呢 我估计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了 对这个文章囊括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五大题型的其中三个 而且都还很具有代表性 我把它完整说一遍 你听啊 其中的五十六题 其中的五十八题 多为我们说的细节推理题 然后呢 这个五十七 五十九为观点态度 只不过一个是作者观点态度 一个呢 是那些教育家的观点态度 最后一道题 六十题 是典型的主指题的提问方式 而且这个提问 你还真别说 咱们六级考的好多了 对吧 叫writing purpose 写作目的 而且但凡涉及到写作目的的 我有告诉过大家 除了要用创线法去看 每一段主题句之外呢 还要重点关注这篇文章 后面 尤其是最后一段的 最后面内容 是吧 这个地方容易点出作者的写作目的 好了 题型和关键词给大家确认完毕 然后呢 我们逐一回文去找 这些个关键词 在文章里面 首次出现的位置 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第五十六题的定位位置 就来自于文章的 首段首句 好 我们先尝试把第一段过一下 让大家呢 也初步了解文章在说什么 我们看啊 叫technology Can make us smarter or stupider 叫做技术 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聪明 或者是更加的蠢 这是什么话 对 更聪明或更蠢的到底是哪个呀 各位注意 文章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你就不要随便帮它下结论 明白吗 好 所以后面怎么说呢 and we need to develop a set of principles to guide our everyday behavior and make sure that tech is improving and not hindering our mental process 好 看明白了 所以啊 这一句话的最前面呢 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选择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变聪明 也可能会让我们变傻的 对吧 那么你想让它给你带来好东西 而不是坏东西 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去开发一系列的准则 叫principles 这个准则呢 可以引导我们的每日行为 而且它确保 叫做技术 是在提升 而不是阻碍 我们的思维过程 提升而非阻碍 思维过程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嗯 好嘞 行 这是这个内容 再看一下第二句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being debated today is 说呀 今天我们在讨论的 有一个大的问题 在于说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do we need to have stood in our heads 就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需要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and what kind can we leave in the cloud 而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可以留在云中 简单来讲 储存在云技术当中 对不对 好 to be accessed as necessary 就是只有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去分析它 没必要记在脑海当中 好 提出了一个公开新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回归到提干本身 说作者关于使用技术 他担心什么 注意 他主要是一个担心点 concern 这个点要抓住 好 所以基于此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选项 看选项当中 哪个信息 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文章第一段 是能够匹配上的 哪个可能就要 就是我们要去重点关注的 对吧 好 A说呀 这个 呃 技术使用的担心是什么呢 他有可能会把知识留在云中 在云端 就是用云技术去储存它 这个好像不是担心和关心的问题了 对 好 再看一下B 他有可能呢 误导我们的每日行为 C 他有可能导致 这个在教育圈当中的分量 我们在刚才读的第一段当中 好像是没有看到教育这个话题的 起码目前第一段没有到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我们暂时不说啊 再看D 他有可能会阻碍我们思维技能 各位 你注意看一下这个位置 对吧 4D选项呢 其实在选择层面上 它是包含了两层信息的 你把这个信息抓到了 就不太容易丢分了 怎么说 他可能会阻碍发展 阻碍这个单词 有没有印象 在刚才文章的手句当中 是有出现的 然后 Thinking skills 叫做思维技能 就考虑问题的方式 这一点呢 在手句当中 也有类似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啊 思维的技能 叫mental process 所以啊 各位 我待会我们再总结 刚才看到的中文部分 我们先回归到文章本身 我们去做一个比对哈 有可能阻碍 在刚才的选项里面的几个词呢 我们基本上在手段手句都能找到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地方 叫做阻碍这个内容 那么阻碍在这 对吧 这个mental process 叫思维过程 对应刚才那个 Thinking skills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你不难发现 刚才的四D选项 就是对我们 手段手句 最后面这个信息的一种 一种同意改写 而且因为是担心的地方 所以他说了 我们要去 他有可能会阻碍 就说这个不是固定的 但不一定是会这样 但他可能会发生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注意到呢 四D选项 遵循了两个 跟解题有关的规则 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 第一个叫手机原则 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之前讲 细节推理题时呢 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我讲过三大参考点 其中有一大叫做 断手尾处参考 你们记得吗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之前讲主旨题呢 我再进一步整合哈 主旨题的时候 老师也有讲过 往往每一段的第一句话 为该段主题句 而主题往往是一篇文章呢 重点去追求的方向 所以很多时候 在解题过程当中 我的第一次直播课 也说过类似内容 我们可能需要去从主旨 回忆一下 在老师第一次直播课当中 不是录播 还是直播 我有专门提到这个概念 叫从主旨 什么意思 就是一道题定位到某一段之后 如果你对选项发生犹豫呢 你重点考量一下 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 那么哪一个选项在选择层面上 更接近于这个段落主题 哪个呢 极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答案所在 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好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的递选项符合了两个基本的命题规则 第一 它来自于我们的手段手句 呃 是段落主题 没错 因为开门见山嘛 英语文章 往往断落主题句 就是第一句 第二 又符合我们的这个细节推理题的参考点 叫段手尾出参考 第三 它还符合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命题规范 叫做同意改写 hinder对应hinder没有变化 然后呢 这里的thinking skill 对应文章里面的mental process 叫做思维的过程 就是我们的思维技能 对吧 好 所以56题选择4D了 不难 但这个给了我们大家很大的提示 注意啊 这篇文章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放在讲题上 是放在讲完题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借助这篇文章来获得一些解题的一些引导 所以记住老师刚才那句话 因为我不保证所有同学呢 当下听这课的时候已经听完我们的第一节直播了 所以我提醒各位就当你在选择过程当中发生犹豫时 你们可以写下来 好不好 我再说一遍 你们记在笔记本上 或者要提旁边啊 当选择过程当中发生犹豫时 看选项当中哪一个跟你所定位段的段落主题意思最匹配 哪个往往为对应题的答案所在 看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在内容上跟你定位段的段落主题 最匹配哪个往往为这要题的正确答案 而这个思路呢 你加一个名字叫做从主旨 好吗 行这是56题哈 给大家讲解完毕 不算太难 再来看一下我们对应的57题的定位位置 他说呀 那些提倡这个电子或叫数码读写能力的这样些教育者 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好去找他们 他们在哪呢 在文章的第二段当中 来我们过下第二段 说 就是逐渐变得很强有力的这么一些组织 在哪呢 在教育界当中的强有力的组织 Champion这个单词本身做名词表示冠军的意思 对吗 在这里呢 很明显做了动词 Doing形式 所以翻译成支持 哦 教育界当中那些个逐渐变得强有力的组织呢 都在去支持 都在去提倡 叫做电子读写能力 好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请看第二句 In their view 在他们的观点当中 好了 观点 看这里 正好在问教育者观点 这个观点 这个词直接出来了 重点看第二句啊 在他们的观点当中呢 叫Scare as a bit knowledge 叫做技术打败了知识 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好 Developing digital literac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earning mere content 你去开发你的这种读写 就电子读写能力 比你学知识 就content叫内容嘛 其实 比你仅仅只学这个内容啊 要更加重要一些 Mere content 叫仅仅只是内容而已 A 比内容要更重要 And all facts are now googleable And therefore unworthy of committing to memory 现在所有的事实呢 都在谷歌上 是可以搜到的 Google able 就是可以谷歌的意思 明白吗 简单来讲 谷歌在这里呢 某种意义上 可以 某种意义上吧 就是有点偏动词的感觉了 只不过不是做动词词性 你不觉得吗 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你说你要搜东西 你摆动一下 你谷歌一下 是不是就一个意思 对吧 好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有一种名词 动词化的感觉在里面 对 好 现在所有的事实 都可以在谷歌上面搜到 因此呢 就不值得unworthy 不值得把它放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就意思是不值得费劲 你去记它了 哦 这是这些教育者的观点 抓住这个啊 好 再看一下这段第三句 But eve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digital literacy scares won't help students 同志们 我们停一下 这又是我们之前讲观点态度提的一个绝对容易失分的点 我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这一段的第三句butt这句话是谁的观点 请各位重点考量一下 对 同志们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一点 是吧 文章里面正常情况下 谁的观点呢 会明确表现出来 如果有些个句子像我们butt这句话的这样 它没有直接给出观点态度的发出者 我们会默认这个句子是作者观点 因为整篇文章都是作者观点表达 任何一个句子不给出明确人物的前提下 我们都会默认是作者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butt代表着作者对前面教育者的观点的不认可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问的是教育者观点 不是作者观点 你千万注意区分开来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but eve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want to help students 就哪怕是最精妙的这么一些个电子读写能力 也不能够帮到学生 你看这不是反的吗 你教育者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它比知识更重要 而作者说这个东西你帮不了学生的 怎么说呢 and the workers 就是不能帮助学生和这些个工人 navigate the world 探索这个世界 if they don't have a broad base of knowledge about how the world actually operates 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宽泛的知识基础 这个知识基础是关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你都不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 你还想去探索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 那些教育者认为这种电子读写能力很重要 甚至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而站在作者观点当中通过一个bug表示转折 证明作者认为知识比那种电子读写能力 从比那些所谓的技术要更重要 反的嘛 对吧 好 最后一句 if you focus on the delivery mechanism and not the content 如果说你关注的是传递机制叫delivery mechanism 而不是not content不是内容 you are doing kids this service 你呢 其实是害了孩子 this service你不一定背过 但是在这里呢 dis否定前缀 service有服务的意思 你倒过来就理解为是害了孩子 好吧 伤害了孩子 嗯 好 这是整个第二段 完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57题的选项部分 千万小心老师讲的啊 因为这个地方就存在典型的诗分 他说这些提倡这个电子读写能力的教育者 他的观点是什么 对吧 看清楚哦 不是作者观点 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诗分的点 态度题主要看清楚 态度对象和态度的发出者是谁 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 好 我们先看一下选项吧 叫it helps kids to navigate the virtual world at will 首先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词组 叫at will 理解为是随意的 任意的 就说帮助孩子们 随意任意的 在虚拟世界当中 遨游 这个单词哈 navigate 我经常翻译成遨游的意思 这个好像没有提到这种虚拟世界 这种表现形式 也没有说让他随意在里面去遨游 对吧 好 这个我们先放一下 好像跟刚才他所讲的内容呢 不是那么一致 或者说在表述上面 在文章里面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明确对应的句子 好 再看一下b 叫it helps keys to broaden their scope of knowledge 这个呀 可以帮助孩子们呢 去拓宽他知识的范围 好 再看一下c 增加孩子们获得知识的效率以及地 librates keys from the burden of memorizing facts 把孩子解放出来 librates 从什么解放出来呢 从记忆知识或记忆事实的负担当中解放出来 这四地选项大家可以好好地考量一下 对吧 这好像是刚才文章所讲 为什么 因为刚才这些教育者啊 讲那些个电子的读写能力 或叫数码读写能力呢 对孩子而言 它最大的影响就是 有些东西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记了 你存在云中 在云端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呃 当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再把它调出来 评估它 或去做一些相关测试都行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 实际上对孩子的帮助就是 让他不用去记东西 虽说呢 作者本人不太认可这个东西 但仅就这些educators而言 D 记为我们在刚才文章的定位段当中 所获取的信息 来 我们分析下这个选项的一个设计依据啊 我们依然认为它是个典型的同意改写 而这个同意改写 你可以看一下 记忆的这个负担 这个内容呢 在文章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位置 说有些东西不值得去 这个这个记忆在脑海当中 那么倒过来讲 就是完全是把你释放出来了 对吧 文章里面是个对记忆这个动作 偏副相评价 认为它unworthy 不值得 而选项从正面来讲 干嘛呢 告诉我们 嗯 你从这个东西当中 你解放出来了 这是我待会儿啊 给大家呢 总结我们正确选项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叫做反话正说 文章里面是从反面出发 选项呢 从正面出发 但是本质上 他们讲的是同一个概念 这叫反话正说 也就是说文章里面说 呀 这个东西呢 不好 这个东西呢 不值得 选项就说 我把你从这个不好的东西当中 释放出来 你开心了 你解放了 对不对 所以正反两个方面 最终殊途同归 想表达同一个意思 你捕捉到这个重要信息 就足矣了 嗯 好 这是57题 接下来我们对着看一下58题的定位位置 说 这个来自于认知科学的证据呢 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东西 认知科学这个词 首先定位到第三段的第一句 好 我来给大家核对一下 叫Indeed 确实 evidence from cognitive size challenges the notion that 来自于认知科学的这个证据 挑战了一个概念 各位注意一个词哈 叫challenges 这是在这儿做动词 它本身是可以做名词的 对 做动词挑战一个概念 而且你要明白 当挑战这个词 做动词存在时 它带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对立性 就对立观点 挑战 挑战你就说明我不认可你 嗯 什么概念呢 that skills can exist independent of factor knowledge 说技术可以独立于事实的知识而存在 各位既然用挑战 证明认知科学对这个概念 应该是个否定性评价 我这样说能听懂吗 对 我挑战了这个前人的观点 证明我对前人观点 我其实是不认可的 所以现在前人观点 或者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技术能够独立于事实知识而存在 那证明在认知科学当中认为它没法独立 没法独立 这个点先抓到 好 来往下走 请看第二句 叫data from the last 30 years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来自于之前的30年的数据 向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that is not scientifically challengeable 就这个结论呢 在科学上是没有挑战的 就科学上等于在这点上是认可这个结论的 就是thinking well requires knowing facts 这一点是认可的一个观点 叫做好好去思考 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些事实的 and that's true not only because you need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那是对的 不仅仅是因为呢 你需要一些东西来去想 对吧 你本身对这种事实 对知识本身是没有任何储备的 你还希望你自己有些思维技能 这不可能 所有的思考的 这么一些所谓技术性的东西 它本质上是先有内容 但没有内容你去想什么呢 你空空的去想吗 对吧 好 所以这点上他说了 没有科学挑战 意思是在科学上 人们都认可这个观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句 the very process that teachers care about most critical thinking process 你看啊 老师们最在意的 这个这个过程就是 创造性思维过程 critical thinking process 看一下 俩破冲中间 没插入语 本来是可挑的 我们一眼看过去 就一死组 快速看了一下 说啊 老师最在意的这个过程 intimately intimized with factor knowledge 实际上是与这种 事实的知识 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懂了 老师们最在意孩子的 批判性思维 而这个思维呢 它这个过程 跟你的知识 必须要交织在一起 而这个知识 that is stored in long-term memory 是储存在你的 长期记忆当中的 也就是任何一个人 你在开发自己的思维技能时 你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储备 那么你在没有知识储备的前提之下 你希望获得一些其他东西 那是很难的 明白了吗 好 所以基于此 我们来看一下58题的选项部分 他说 来自于认知科学的证据 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 叫做 knowledge is better kept in long-term memory 知识最好呢 存在我们的这个 长期记忆当中 好 B 叫critical thinking is based on factor knowledge 批判性思维 是基于事实知识的 好 C 叫steady skills are essential to knowledge acquisition 学习技能对于知识的获取 是必须的 是必要的 而D 叫critical thinking means challenging existing facts 批判性思维 意味着你要挑战 现存的这样一个事实 就现存这么一些知识吧 对 我们在想啊 每个选项看起来都好有道理 对吧 因为它在内容上面呢 基本上主体信息是脱胎于我们目前定位这一段 那么我们再往深入了去找 认知科学的证据 你回归文章本身 就在我们第三段第一句是说了 技能和事实知识之间是没法各自独立开的 就是技能这个东西没法独立独立于这个知识而存在 所以知识和技能那应该是交织在一起 这一点通过第三段的二三两句再度论证了一下 所以简而言之 我们第三段也是我们传统的六级阅读的段落 在于第一句话给出段落主题 后面呢直接去针对这个主题进行论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如果是这么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往下走啊 看一下 选项里面是否应该具备两个 就两个基本的词汇 一个叫做思维技能 一个呢是知识 这两个概念 对吧 同时具备这两个概念的 我们发现就不多了 比方说现在我就隐约想排掉A选项和4D选项了 为什么呢 你A是纯讲知识 而4D呢 纯讲那种这个批判性思维 就是一种思维技能 这A和D是两个 我们讲的两者之间关系的各一点 就是文章讲的是A和B两者的关系 对吧 一个叫思维技能 一个叫事实知识 假设一个为A一个为B 那么既然认知科学是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他们无法彼此独立 独立存在不行 那么你A选项和D选项呢 各自讲了A B当中的其中一个范围上面 明显觉得跟认知科学所给我们的证据 所表露内容好像稍微小了一些 对吧 好 那就看一下B和C哪个更符合 说批判性思维是基于事实知识的 讲两者的关系 你这里的critical thinking 对那个thinking skills 你这里knowledge那就是knowledge 叫factor knowledge 对不对 好 然后C是说 学习能力对于知识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这有点问题 我们在刚才文章里面呢 我们强调是thinking skills thinking skills 而不是steady skills 貌似在C选项的表述层面上呢 有一词稍许做了一个 这个偷换概念 对吧 这个thinking skills 变成了steady skills 这明显发生了一些跟原文的偏移 就是不一样 这个呢 一般我们叫它偷换概念 这个后面还会再说哈 这么一想 2B选项就出来了 而2B选项你要能选出来 实际上呢 包含了两层信息 第一层信息在于 它更具有概括性 而在这里 我不禁又想带大家回忆我的第一次直播课程 如果你不记得 或是你没有听过 你现在听并且记下笔记 好 看一下这里 叫概括原则 当然在我们整个的路播过程当中呢 这个原则我讲的今天应该是第三次了 同志们回忆一下 什么意思 当在多个选项中发生犹豫时 范围大者为最佳 有印象吗 可能这样一说你想起来了 如果你想不起来 麻烦你在这道题旁边再写一下 当发生多个选项犹豫时 范围大者为最佳 你明显发现2B选项呢 比A和D肯定范围大些 对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critical thinking 呃 跟D匹配上了 这里的那个factor knowledge 跟A匹配上了 它同时包含了A和D 这两个选项信息 所以它范围更大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哎 这叫概括原则 第二 总分 总分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前面那道题 讲的一个从主旨的概念 你不觉得我们2B选项能选出来 其实本质上也得依赖于我们定位这一段的第一句吗 而之前说了无数遍了 每一段第一句往往为该段的主题句 也就是主旨所在 所以我们总分的这个逻辑说白了 也就是利用这个总分的关系来捕捉段落主题 选项的往主题靠就可以了 这叫从主旨 两个思路一出来 2B选项顺理成章出来了 明白了吗 好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58题 我们怎么选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59题 说 What does the author think is key to making evaluation 作者认为 做出评估最关键的是什么 key叫关键 好 evaluation这个单词的动词形式 在我们第四段的第六句话里面有出现 好 那我们快速把这一段过一下好吗 好 先看一下 这一段的这个第二句 从第二句前面省略了 太长了 对 叫 There's no doubt that students of today and the workers of tomorrow will need to innovate collaborate and evaluate 明白了 就是说毫无疑问 今天的学生 明天的这样些工人 他们需要去创新 需要去协作 需要去评估 他需要有这三种能力 但是你注意了 我们只问了评估能力 跟那个前面那个 innovate和collaborate 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稍许看一下第三句 but such skills cannot be separate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gives rise to them 这样的技能 这个无法跟知识分离 因为这个知识带来了这样些技能 好 还是在强调前面的观点 是吧 技能和知识是不可分离的 无法独立存在 好 第四句 to innovate 不用看了 三种技能 它逐一在讲 第四句讲innovate 第五句讲collaborate 只有我们的第六句 对应的是我们的题干所问 叫evaluate 叫评估 好 我们来读一下第六句 and to evaluate you have to compare new information against the knowledge you've already mastered 为了评估的话呢 你要比较 比较什么 把新的信息和你已经掌握的知识之间 要进行一个比较 这个我们就大概看明白了 对 好 所以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来对比一下选项 应该就好说一些了 他说这个 对于做出评估而言呢 什么东西是关键的 好 A 叫gathering enough evidence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 叫做获得足够多的知识 在你做结论之前 这没有说让你做结论呢 也没有说evidence证据啊 对吧 好 再看一下B 叫mastering the basic rules and the principles for evaluation 掌握一些基本的 用来评估的这样些准则和规则 好 再看C 叫connecting new information with one's accumulated knowledge 我的天哪 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 同意改写项吗 好 我待会儿再具体分析 先把选项过完 看4D onstanding both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y it has happened 你要理解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 我的天哪 这个没见过了 所以C选项其实跟刚才啊 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第六句 就是那个evaluate所在那句话呢 是完全匹配上的 叫做connecting new information 我带你一个比对一下啊 connecting new information 是这里 compare new information 好 后面是这个 once accumulated knowledge 一个人已经积累的知识 对哪呢 叫做knowledge you've already mastered 你已经掌握的知识 一个对一个的做了同意改写 然后呢 构建了我们的C选项 这要题还是相对简单的 对 因为在六几月读当中啊 如果选项仅仅仅只是发生同意改写的话 在这种查找和甄别方面 大家呢 其实相对来讲障碍也没有那么大 好这是59题了 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问这个作者的写作目的 虽说前面呢 我们没有专门去做创线 但是每一段的核心概念 我们隐约都已经看到了 你不觉得吗 好像一直在强调说呢 这个思维技能 叫thinking skill 跟那个knowledge之间 它没法相互独立 它们必须要交织在一起 辅助着才能维持一些 你各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吧 嗯 好 但前面归前面我们讲了 写作目的还得重点关注文章的后面段落 尤其是最后一段的尾句 也得顺便看一下 哎呀 我们这儿好啊 来各位请看一下第五段 先过一下啊 呃 给了我一个准则 好 所以第二句 你发现没有 这段第二句 叫first 那就是第一个准则 结果等我跳到最后一段 第六段 第一句时候 我突然发现是second 哦 等于说呃 第五段的第二句 以后和第六段第一句 它是一个完全并列关系 这两者 共同的在讲前面这个东西 叫two parts 啊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在电子世界当中 思考的一个准则问题 它告诉我们怎么思考才是对的 给我们一些引导 好 我们在捕捉到这样一些相关信息之后呢 来 我们对比一下选项 写这文章是为了什么呀 警告 叫 more against learning through memorizing facts 是吧 就是警告我们 这个什么通过记忆知识来学习 这个有问题 against的反对嘛 对吧 好B是说提倡或推广 一个在信息时代的教育改革 这个明显错的太离谱了 我们就没有见过教育这个核心概念 提到了教育者 讲了教育者叫educator 跟这个教育改革呢 完全没关系 嗯 好 second C 叫解释人类大脑在储存信息方面的机能 有这明显是想讲人脑去了 对 这跟文章所讲的那个thinking skill 和knowledge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好 D 挑战现有的challenge挑战 现有的对于这个电子读写能力的过度强调 也就是说用挑战这个字我说了 有反对意味 他认为现行的过度强调这种电子读写能力有问题 诶 这好像跟前面说的是一致的吧 你前面有说呀 你电子读写能力虽说重要 但是他脱离不了现实知识 所以他一定是依托在现实知识的基础之上 所衍生和发展起来的 有没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4D选项作为具有概括性的一个选项 把上下文都整个融会贯通在一起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我们会发现这道题 呃 这道这个写作目的题啊 实际上呢 要结合上下文一起作为主旨题来解 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整个14年的6月份的这篇文章 我们讲解完毕了 讲解完毕之后呢 我们会注意到 在六几月读当中 容易设的几个陷阱 一个可能是文章当中 有些句子大家读不明白 那是基本能力问题了 这个不能叫陷阱哈 对 这只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提高的 通过背单词啊 分析语法啊之类的 另一个呢 就可能是题干当中 因为信息捕捉出现了问题 所以导致呢 理解有误 像刚才问 那个谁谁谁的观点 像这种观点态度题哈 一不留神 你看错了 你以为是作者观点 其实是文章当中人物观点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犯 所答非所问的错误 是吧 选项里面 他给的选项 也来自于文章本身啊 但是呢 他不能回答这个题干所提之问题 还有一些 在诗分层面上呢 在于你选的选项吧 范围太小了 太过于细节了 我们要的是一些概括性选项 所以也就是说 在诗分过程当中呢 如果丢分 可能是题干 捕捉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选项干扰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想 非常有必要给大家 在接下来课程当中呢 去总结概括 之前我们所讲的 所有的文章 立体里面 曾经遇到过的 正确和错误选项特征 把特征提取出来 你了解了 哦 原来这个就是一种错误原因 哦 这个也可能会错 那么以后呢 在遇到一些干扰项时候 你就会更加敏感了 就会更加敏感了